本文由刘易乔9原创,未经允许任何商业不得转载,据悉,今年5月份,阿阳与整形医生男友赖红果,已经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了婚前派对,并且将手中的捧花直接递给好姐妹ISA。 当时这一幕充满姐妹情义与满满的幸福,令不少网友感动万分。 8月25日,港媒报道阿阳疑死受到了阿阳准备嫁给赖红果的影响,计划明年将要嫁给假日籍男友石恒聪,目前阿阳和男友了已经相恋一年,而男友有百亿麻将管太子爷之称,是香港麻将大王石剑辉的孙子。 对此,也有媒体根据此传闻,联系到了阿阳的经纪人获问喜。 她表示,没有这件事,随后本尊阿阳也回应,没有这样的事,不是事实,也不知道怎么回应,所以不回应,虽然婚讯不是事实。 但港媒又指出阿阳与石恒聪恋情稳定,再加上二人多次被拍到一起返回住所,以此同聚。 再加上双方已经见过父母,南方父母很喜欢欣赏RFA。 此外,阿阳还曾向记者,透露想和阿娇一起结婚,理由是这个的婚礼不仅可以很大行,同时又能省很多钱。 因为大家的朋友大多数都是共同好友,请一次就够了,由此可以看出,阿莎与男友即使明年不结婚,婚期也不会太遥远了。 最后还是要恭喜阿莎,历经情路与婚姻的坎坷之后,终于迎来了幸福的曙光,面则猙獰,文中图片引用之网络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